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唯有你胜过一切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他的引导 经文在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那山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声 突来拜他 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有一次 当我正处于困境的时候 我望出窗外 外面龙墓一片 我几乎看不清楚树的顶 一切都笼罩在龙龙的墓之中 我意识到这个情景 正正地和我内心的境况造成对应 我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知道我前面的道路要怎么走 然而 我感受到上帝在我心里跟我说 我将引导你穿过龙墓 只要你不放开我的手 当我知道上帝会引导我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一切的答案 但我内心感受到无比的平安 二十年过去了 上帝一直引导着我的脚步 尤其当我在女袍之中感到完全迷失的时候 马太记述了东方博士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核心教导是 上帝透过一粒明亮而不尋常的星星 和这些外邦人沟通 从而引导他们走向耶稣 上帝要和这些东方的博士交通 这个对于当时马太福音的听众 以犹太人居多 是一个陌生和具有挑战性的概念 东方博士 是来自波斯或巴比伦祭司阶层的天文学家和术士 他们通常是国王的心腹兼顾问 是啊 上帝引导他们 就好像旧约时代 上帝透过异梦 将未来传达给法老和巴比雷王尼布格尼撒 上帝不断地和所有愿意 留心听他声音的人交通 上帝渴望引导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耶稣的启示 他在沟通和指导方面是最出色的专家 他知道要如何向我们启示他的道路 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属灵和情感上 离他有多么遥远 他都能够接触我们 以及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孙子 朋友和家人 而且他从来都不会放弃的 请相信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愿意选择进行上帝的旨意 他必定会向我们显明 我们可以抱住这个最令人恩惠的想法 来为我们这一整年画上最好 愿这个是我们的见证 我们看到了 突来拜他 今天的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